这次部落战首领说的比较随便 百分比没超过99就给我剃了 那看样子首领是真看不惯我了 虽然首领看不惯我 但是我依然选择要证明自己这个阵型的话 一个隐身塔滚木车把隐身塔激活 上面可以点一个天勇断好边 然后部队直接从正中间过去就差不多对了三星啊 那怎么话不说说直接发进攻 上面点天勇的时候千万不要点掉那个单头啊 提前在蛮王进去的方向给炸的人 下面可因为弓箭手偷偷百分比 左边也是 然后放个气球 探认对方有没有放黑脸坑里的天使 在右边方向箭塔那里给一个扎的人开城墙 这样子我们最后一个扎的人就能开里面的城墙 部队也不会溜边 然后点成这样子放出龙堡 还有蛮王滚木车和女巫断边 这里我们等一下让勇王点掉对方的法师塔 前面建筑火力不太密集 我们先给一个扎的人先开好城墙 这样子部队就不会溜边了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对方隐身塔已经激活了 那这样子我们部队就不会溜边往外面走 直接进去里面抱他的大本 现在部队准备往中间走了 我们补上第一瓶狂暴 然后弹跳也直接放在正中间 我们女王被对面单头锁出的技能 这把压力有点大 对面云民是冰人 我们给上毒药 在对方狂暴塔激活的时候 我们给上隐身 这样子就能无伤爆掉的大本 对面投石炮吃着狂暴塔 等我们隐身结束 我们就直接给金森保住蓝胖 对方蛮王也吃着狂暴 我们就给上猎手 把对方蛮王打掉 现在比较难处理的就是对方琴天柱了 我们狂暴挺多的 给瓶狂暴给这个雪怪 看看能不能打一波爆发 把对方琴天柱给打掉 这瓶狂暴给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把对方的琴天柱给打掉了 我们右边润土现在一直在收对方的鸟炮还有连弩 最后一瓶狂暴给男胖打爆发 对方女王挺猛的给个冰冻 现在只剩一个多头难处理了 我们手上还有一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依然吵点赞 掌机